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严格的来说 心防灿动它是一种心理失常 我们平常所说的心脏病大部分指的都是一个惯心病 也就是惯状动脉周样硬化性心脏病 这是一种心脏的惯状动脉血管管腔 由于动脉周样硬化狭窄 避塞所引起来的一个疾病 而防灿它是一种心脏电生理变化 引起来的一种心理失常 它可以鉴于一些正常人 当然了 大部分呢 还是鉴于 激发于惯心病 肺心病 或者说是心肌病 有这些气质性病变的患者身上 防灿呢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疾病 它往往和其他许多心脏病并发 例如风湿性心脏病 冠心病 高血压 心肌病等等 可以说呢 所有的心脏病都可以发生防灿 防灿还会诱发和加重定存心脏疾病的症状 那你比如心脚痛和心理衰竭等等 所以说 严格意义上来说 性防灿动不能完全等同于心脏病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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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